各位我们的学员同学大家好 我觉得这部片我看了之后 我真的是觉得很佩服导演 我们的人生我相信各位如果跟我差不多大 或比我大一点的应该有觉得 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有做 那导演把我们的一些思考 从现在开始 其实我这样把那个书柜里面东西找出来 该写的要写一写 该还的要还人家 真的我觉得很感动 可以看到导演为了这个理想 为了这个梦 真的跟大家分享 也谢谢大家 请大家我们再热烈一点的掌声 谢谢 我这样讲就好了 我想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只有两个人而已 关于那个电影的动画部分 你怎么去带那些孩子 OK 动画跟合成对象 跟我们一般的制作影像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OK OK 因为我们如果去看景 比如说我看这个景 然后我要跟美术讲说 这个墙不够旧 你不好做旧一点 甚至于你给它弄给轻胎 我要的质感就是这样 可是动画跟合成特效它是空的 完全空的 那怎么去达成呢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 你跟团队的那个时间的互信 要建立起来 互信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打一场很漫长的仗 那你要跟我三年 我团队 每一个人都二十几岁而已 血气方刚 我们可以沟通到吵架 可是 没有一个人 对 剧组 离气过 就是没有人都不离不弃的 去坚持 我觉得这个是 最第一步 要去建立的 就是团队的那个凝聚力 然后那个互信 要先建立起来 第二个 技术问题 就是说表现的东西 它需要一个很繁复的沟通 沟通到 它不可能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可是要沟通 越来越接近 比如说我们讲胖虎 胖虎那个房子 那个卡通 它一开始出来的美术设定 是很可怕的 制片看得都傻眼的 好像鬼屋一样 可是 这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怎样怎样 怎样的一风格 它必须要很繁复的沟通 那尤其是我们团队 很少 每一个人要做的 工作又很多 我就比如讲 那个天使 那个采高桥 那个天使 那个合成特效 当初 现在可能便宜很多了 当初 如果 请外头人来 那个建模 光纳队翅膀的建模 一百万 我哪里有 伸出那么多钱 后来 我们就自己做啊 那些 那些 天使的翅膀 那个毛啊 从哪里来的 从那群鹅 有没有 有一群鹅有没有 就把他拔出来 什么样的毛 全部都把他拔一根出来 来找 然后去植毛的 那个羽毛 那些鹅哪里来的 那些鹅 我从那么 不到八长大 把他养大的 养大了拍的时候 正好可以 那为什么他可以那么乖 因为我 我只要 回到那个 左证剧主的办公室 我每天就去给他遛鹅 他的鹅跟狗是一样的 他一看到我回去 我二审 帮我照顾 他说 亲啊亲啊 你回到那个鹅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他知道 我一直遛鹅 那些小孩 就会 你来你来 他遛我的 就很快乐 所以他是可以被控制的 所以 我们从不会拍电影 我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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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 每一个工作 可以当作一种乐趣 然后 他也会形成社区的 刚刚 那我讲的 我们回到我们故乡 我们故乡跟我妈妈一样 故乡就是我们妈妈 我妈妈 回去的时候 你要工作 妈妈一定会给你协助的 所以你看 里面那个 那个司机有没有 那个公车司机 他叫板婚 事实上 他现实生活 他也就是开 那个校车 那个公车 然后接送 小孩上下班 上下学的 他的绰号就叫板婚 他现实上 他的绰号叫板婚 因为他常常害小朋友迟到 所以他说话就板婚 他是谁 他是我三舅 他是我舅舅 那像那个铁牛阿吉 有没有 铁牛阿吉 他国小三年级 就开始帮 阿嬷 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占水果干嘛 叫果园 他开车 他开那个田 都技术一点 因为田里面不是 田里面是很崎岖的 可是他很厉害 我给他占的时候 我都很害怕 可是他都说 阿伯你不要害怕 他是我神 他的 他的 阿嬷就是我二神 所以他是我外 外 子子 他是我 他是我堂弟的小孩 这个 幼得的 你知道吗 有的 这么多 很可愛的 那个小孩 那是我 子子 所以里面 用一堆 免费的 因为我们没有钱 OK 可是这个对社区来讲 是有趣的 OK 那个吉他啦 他二